头一个知道随缘妙用 随缘 好懂啊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了 就随缘了 妙用是什么呢 在随缘地面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知诸 这是什么 祝福如来 发生大死 这不是普通人啊 难以与一切众生 活光同尘 又不受任务 永远常住在 清净平等局 我们用个前提句话来说 就是横顺众生 决定不受众生的影响 这个本丝 了不起 那我们想想 我们烦恼很多 忧虑很多 为什么 我们是有环境影响 特别是人世环境 那这个静年当中 微微地波动 我们就心情不安 这凡夫啊 心随净转 我们被环境所传了 我们受环境的控制 人世环境控制我们 物质环境也控制我们 自然环境也控制我们 我就不如苏 苦不堪言 这四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 大经上佛唱书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宽泡言 它怎么会影响你 不是外面净影响我们 是我们自己的妄念 妄想分别执着 影响你的亲近平等 是这么个道理啊 外面实在讲没影响啊 外面真的影响 那祝福菩萨 通通说影响才对啊 为什么他能够不说影响 我们说影响 他所以不说影响 他把这个祝法实相啊 真的清楚明白了 从一体 其二用 十三遍 这就是把祝法实相 彻底明白了 彻底明白了 明了之后 明了之后就放下了 我们这里学了 学了大成教了 也能够说明了 也能够说得出来了 这在我们加息里讲过多次啊 我们这不是真知智 我们这是听说的 听佛菩萨讲的 不是自己的境界 所以这个物叫解物 不是证物 证物就管用 就不受影响了 我们现在晓得是解物 不是亲证的 是佛菩萨他们真的的 说出来我们听到了 好像我也懂了 我也能说出 说得跟佛菩萨说得差不多 没说错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受影响 这就是从前张家大思想 你还没放下 果然真的放下了 你就不受影响了 你就得大自赛了 那叫政府 所以放下的时候叫政府 明白了没有放下了 是解物 信结行政 你在解 你在通过行 行是什么 历史恋心 什么人都要接触 你要不接触 有一个人那个境界障碍你 你就不能开放 接触干什么 磨炼 历史恋心 没有经过磨炼 你怎么能争过呢 行 行就是真干 真干就是真的接受磨炼 接受人的磨炼 接受死的磨炼 接受一切万物的磨炼 就像华炼节目后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去接受五十三位善知识的磨炼 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磨炼 还得在六道里头大滚 出不出来 佛法再通达 讲得天话乱坠 没用 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你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你也就搞磨到了我 六道里头没有别的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你还是搞这个 干这个 你没放下了 这就说明 真正的功夫是放得下 不再计较了 对人 对死 对物 确定 不会起个念头 控制 占有 这很重要 决定不会给一切人事物对立 为什么呢 变法界 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怎么对立 古人用牙齿跟舌头做比喻 牙齿跟舌头能对立吗 牙齿咬到舌头了 把舌头咬破了 舌头要不要报仇 它不会报仇 为什么呢 它不对立 一体 行一体 其二用 二用是一真壮严 宇宙生命的源起 它从这里起来 还要回归一体 学佛没有别的 学佛就是知道回归一体 真的回归一体 就叫成佛 我们今天修学大臣 就是走这个路 我们自己也知道 确确实实 我们没有能力 断烦恼 那也就是 我们经不起考验 那怎么办呢 找阿弥陀佛了 这不得已求阿弥陀佛了 到极乐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 其实阿弥陀佛调教 也不出释迦摩尼佛这个范围 佛佛到头 也不出释迦摩尼佛这些方法 不过极乐世界是最大的好处 是修修环境的好处 人寺里头 没有误人 没有误人 我那个烦恼吸气怎么断 在西方极乐世界 让你每天 你可以随时 到设方察图 去学习 设方诸佛察图里面 有设法界 有六道 你到那里去参与 你到那里去接受考验 那由阿弥陀佛 佛力加持你 你才迷 佛就把你拉回头 这是极乐世界 修学的状况 极乐世界 修学很特殊 你的本身 在阿弥陀佛面前 你的分身 到他方世界去 去参与 你同时可以有 无量 无边的分身 当然 这个能力 是阿弥陀佛 有个价值 一方面 是学习 一方面 是教法众生 怎么就是 你一再学习 就视线给别人看 根性利益的人 一看就明白 去觉悟 是这么个道理